下面谁愿意主动坦白交代的 老规矩 举手上来 我交代 态度不错 那你先来吧 东风尽吹船节报 胜利凯歌冲云霄 我们向阳镇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 不要穿靴戴帽 这都是形势 交代你的罪行 是我有罪物 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 我高中毕业 那时候在国统区毕业就是失业 于是我参加了反击恶反内战革命的进步的外围组织 不要把自己脸上贴近 交代你罪行 是我 这 好 我交代罪行 三年困难时期 我每月粮食定量十九斤 明明吃不完嘛 我却鬼迷心窍 土改良政 妄图多领一个月粮食 当即被火眼金睛的粮店工作人员识破了我的阴谋 这充分说明我这个人是黄牛吃草帽 一肚子的烂圈圈 我却少做一个正派人骑马的道德 什么道德道德 我们不讲这些封建的东西 已经讲的旧材料 交代点新材料 我交代个爆炸性材料 快说 何主任 这算我主动坦白的 运动初期 周县长的父亲去世了 我参加了他追导会 送了花圈和写了碗粒 你对大家想了 我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地主 又有海外关系兼特贤 我为地主唱网歌 我是十足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你讲讲现在的罪行 不是 我 我现在还是围棋盘里下象棋 路线不对 我巴不得文工五位再打几次 多卖几个花圈 发运动财 真是心都黑透露 你发了多少运动财 交出你某体的暴力 我 我要是有 我一定交 我实在是没有得逞 我欢迎学习班的领导同志们和同学们 批判我帮助我 我知道对我批判的越狠就是爱的越深 助记得我体无完腹才能速食我健康的成长 学习班的领导同志们同学们 最后让我们以最最最最宠敬的心情 高唱红色电波传喜讯 Middle Ray me so me right to me 快去 去去去 下面继续坦白交代 谁上来 我 你干啥 我坦白交代 好吗 我问你 现川剧团演出那些疯自修的黑戏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吧 当时是 你的问题不是一般化的严重 告诉你 告诉你 这次文化大革命 就是我们这些没文化的老粗 要打倒你们这些有文化的黑线人物 你对文化大革命态度不是一般化的恶劣 下去 段正太子再说 卓春娟怎么没来啊 卓春娟你站起来 你为啥依次守不拒 你大概自以为没什么罪行 是不是 这次文化大革命态度不是一般化的恶劣 我 罪行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这次文化大革命态度不是一般化的恶劣 就当